大家好,我是西洋 9月是海蟹缩子蟹大量上市的季节 这种是野生的海蟹 又叫海埔蟹,较特别长 肉质非常的鲜美 可惜在上海买不到活的海埔蟹 这种是养殖的海蟹 虽然肉质也比较饱满 但我总觉得鲜味没有海埔蟹浓郁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今天我们就用海埔蟹来做一个白蟹豆腐饱 海蟹的腹部雪白 所以常被叫做白蟹 打开蟹壳,减去蟹塞,蟹嘴 用清水冲去残余的沙粒 然后把肚子上的盖子去掉 再把蟹壳修剪一下 挑去蟹位 剪去两脚 吃起来会比较安全 再来帮它修一下指甲 剪去没有肉的蟹脚 把大的蟹钳也剪下来 用剪刀剪比较方便 把螃蟹从中间切开 然后剁成四块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帮我点赞并加订阅 谢谢您的支持 切好的蟹块放入盘中备用 再把大的蟹钳用刀背敲一下 吃的时候会很方便 我喜欢用盒装嫩豆腐来做这个菜 嫩豆腐口感嫩滑 没有什么豆腥味 而老豆腐是用卤水做成 它的卤水味很重 会盖去蟹的鲜味 把豆腐切成小块 装在碗中备用 切几片生姜 记得要去皮 准备一些葱段 把葱白和葱花分开 我们会分开食用 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做菜吧 锅中加入食用油 油温六成放入蟹块 蟹块的切口蘸一下干淀粉 蟹肉就不容易散开 放进去后不要急着翻动 煎个半分钟再进行翻炒 炒去蟹块上的水分 加入五克食用盐 再加五克白糖提鲜 炒螃蟹时早点放糖 蟹的味道会更香 视频的最后有配料表 记得炒到蟹的香味 完全散发出来了 再放入毛豆煸炒一下 煸过的毛豆不会有豆腥味 而且会很鲜 加入20克黄酒 等黄酒完全散发后 再加入剩下的蟹壳蟹饺 加入开水到食材的三分之二处 水量多少看个人喜好 加入葱白和姜片 然后加盖焖煮五分钟 让螃蟹的鲜味充分融入到汤汁中 汤浓了豆腐才会好吃 五分钟后加入豆腐 然后再加盖焖煮两到三分钟 让豆腐完全吸收汤汁的鲜美 开盖后蟹的香味随着蒸汽扑鼻而来 加入少量白胡椒粉提鲜 淋上水淀粉勾芡 让汤汁达到你需要的浓度 千万不能太厚 豆腐煲要的是一勺起来 豆腐连着汤汁 烫嘴又烫腥的感觉 螃蟹在此时已经完成了使命 精华全在汤汁中 取一个砂锅 开火加热 把食材全部倒入砂锅中 盖上一个蟹壳 撒上葱段 把砂锅煮到沸腾 一锅白蟹豆腐煲就做好了 你是喜欢海埔蟹还是养殖蟹呢 我是西洋 请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